韩国职棒乐天巨人来高雄春训 记者黄志源社 记者罗志鹏高雄报道 韩指乐天巨人一军来台春训 教练加上球员总计59人 若在家球团工作人员和计75人 一军将于2月24日转赴日本冲绳春训 乐天二军则于2月18日抵台 教练加上球员总计45人 乐天一二军前后在台春训费用出估2000万元至2200万元 这次乐天一二军来台春训基地为高雄国境青浦球场 两年前落成启用初期造价台币2000万元 后来增设相关设备又追加台币1000万元 总计约3000万元 一年维护费用约台币400、500万元 高雄国境青浦球场包括二座标准球场 一座内野练习球场 另有二座室内打击练习区 投手牛棚链投取总计15个球道 另设餐厅记者室 球员休息室和记录室 这次为了迎接乐天一军来台春训 厂商特别花了30、40万元装修球员休息室和置物柜 值得一提的是 乐天一军来台春训前 球团就特别派厂务人员先来来台整理场地和周边设施 并空运三位韩籍厨师和三位帮厨料理三餐 还带来道地的韩国泡菜和食材 希望让选手吃得安心 这次也有包括釜山日报和欧森等四家韩媒来台采访 韩国职棒乐天巨人来高雄春训总教练赵 原有满意台湾天气和训练环境记者黄志源社 韩国乐天巨人春训总教练赵原有记者黄志源社 韩国职棒乐天巨人来高雄春训总教练赵原有满意台湾天气和训练环境记者黄志源社 韩国职棒乐天巨人高雄春训韩籍厨师和帮厨料理三餐记者黄志源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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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直乐天巨人春训高雄国庆青浦球场设有餐厅记者黄志源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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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